游浪地球胜任前 张晓松个人反谈节目小说 进行了一次对作家游慈心的专访 然而这次专访却被许多网友 认为是小说节目最尴尬的一次采访 张晓松有抛出一个问题 基本都被大流否定 感恩到点满满 网友细说是北京城风浪文学草主 遇上了两子光宇宙钢铁直男 这次反谈内容也是十分有趣 在访谈中 高晓松好奇问道 你对人性悲观吗 在高晓松看来 他比较近小人性的黑暗 但没想到 游慈心立马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又表示他的结局是美好的 对人类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当谈到黑暗智能在人类肉体相容之后 以一种代替的方式人性生命 高晓松对此感到很幸福 游慈心却认为很诡异 表示这和自己没有关系 我仍然感觉我死了 没有活着 编制出这样很快会遇到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 那个即将练续下去的那些人 还是不是人了 具显逻辑的精神和色物的远景 在关于科幻小说文物塑造上 刚想三层传统文学的色物来看 更多的注意到人物 而游慈心却认为科幻小说文物更多的像一个符号 更重要的是故事和科幻创意 后来高晓松把话题引到生活环境 或者家创作的影响上 认为或多或少的都会产生影响 大流也是直话直说 认为生活在哪都一样 即便他生活在大城市也能全新创作 在谈对小说创作的方面 高晓松可能想引起共鸣 说作家创作很痛苦 特别是写长篇小说 认为是世界上最估计最痛苦的一件事 游慈心向校说 只要找到了让你兴奋的创意 写长篇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可以说 表人的玩偏基本不在一个频道 甚至还有网友嘲笑说 高晓松根本不懂科幻 虽然整场装访下来 给观众一种尴尬的感觉 但仍然给科幻民近距离的了解 代神刘慈心的机会 并且对话从科幻、文明、创作等方页 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部分向我们展现了大流的宇宙观和宽广的精神内行 我们也可以从谈话当中有所思考和启迪 高流两人 一个感性 一个理性 高晓松向往是一般的生活 对灵性的呼求和关注更为热烈 而刘慈心却是标准的碳合金钢铁力功能 更多的关注科技和宇宙 说话也是非常坦率直接 表人的刘吉方式和思维习惯 整合系统也是可以理解 但正如刘慈心所说 二人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重叠 那就是被人赢的关团和被人赢的追求